原工发烧 裁剪确诊 高雄知名饮料店 清销停业 源头不明 精英定序还在做 而北台湾半敲一家 细致饮料店员 虽然定序和淘机相关 但找不到关联 是十一个 还需要带厘清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跟其他的事件 能够直接有人实地 直接能够连结在一起 或者是能够找得到 足迹重叠的部分的话 是个别来计算 桃园日益物流 宜蘭礁西酒店案等 目前没扩大 但监测其未满 社区内十一条传播链 都还需要厘清 专家推估 这只是冰山一角 看不到的可能会再扩散 毕竟Omicron传得快 一边疫调一边匡列 完全控制疫情 不简单 Omicron这个病毒传得很快 传得很有效率 当你看到一个人 得到Omicron开始做疫调的时候 过差不多两天 这个时候病毒已经传出 这个已经又开始传了 隐形传染应该不少了 可是因为大部分是轻症 所以暂时你也不会浮现 社区中多少有人 是带着病毒 新传播链出现在意料之中 专家建议扩大筛检 至少再观察一个月时间 才能确定疫情 是否稳定下降 三里新闻林文山珍珠旋 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